我們這次新的發表出來的一個生意陶瓷的脂壓體驗 基本上它是單件式的一個一體成型的設計 這種有效跟簡單化 事實上本來就可以降低整個醫療程序跟步驟的一個複雜性 那一旦可以降低它降低了失敗率 那事實上這個也減低病理痛苦 也減少醫療的時間 人體裡面大部分的組織都是一個負荷材 那事實上生意陶瓷是比較接近負荷材的一個材質 所以它的生物相容性啊生物活性 事實上都是比較好的 但基礎異基礎基礎 它還是有腐蝕的可能 那如果再碰到這個過敏的體質 其實還蠻容易引起發援 那最後我們是從醫美的一個角度來看 那我想這個牙癮的萎縮 你說是病理性牙周病的一個萎縮 也有可能是生意性的一個退化 那再者你也有可能因為刷牙不當 牙癮萎縮 那如果說你用金屬的一個質牙體的話 當它萎縮的時候 它很容易就露出是一個金屬的顏色 這一點的話 我覺得生意陶瓷的一個質牙體 它就有優勢 因為它的顏色是跟自然的牙齒 其實是比較接近的 我想我們再過來就是申請 這個產品產品登記 來跟衛生署來申請 我想利用大概一兩百個時間 我相信是有機會的 我希望說我們有這樣的一個緣分跟支持 然後我們國人也有這樣的一個福氣 甚至我們可以進軍全世界